这里是三分钟历史 每天用三分钟揭秘一段成分的历史 我国历史上的各朝各代最不缺的就是大奸臣大汉奸 他们仗着有皇上的宠爱就胡作非为 甚至有的还背叛皇帝谋朝篡位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大奸臣就是宇文化籍 宇文化籍的祖上是匈奴人姓破爷头 北周上驻过宇文圣的孙子 又位大将军宇文树的长子 按照现在的话来讲 他其实是一个弥妇其实的官二代 他的父亲宇文树曾参与策划拥立杨广为太子 所以杨广继位后为了感谢宇文树的拥戴之功 还将自己的大女儿南洋公主 许配给了宇文树的第三子宇文氏吉 对宇文树的另一个儿子宇文化籍也是倍加宠信 但是宇文化籍虽出身名门却并无大财 还是个实打实的顽固子弟 他仗着有皇帝的宠爱父亲的势力 在朝宗为非作歹 对宫亲百官更是出言不逊 甚至还贪赃王法收受贿赂 在杨广还是太子的时候就曾多次被罢官 但是有了杨广的宠爱 每次被罢官不久就又恢复了官职 可即便杨广对他信任有加 宇文化籍也丝毫不敢念其恩情 随朝末年 随杨帝杨广一迷恋酒色 难用名利 百姓们怨声载道 各地农民起义也接连爆发 在国家处于危难之际 宇文化籍见阳帝大势已去 便趁机带兵发动了政变 杀了杨广自己做了皇帝 他还说 人生故当死 岂不一日为帝故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人生故有意思 何不趁活的时候做一天皇帝呢 也许他自己也没想到 这句话后来竟成了千古名言 都说朋友妻不可欺 可宇文化籍却是无耻之极 不但杀了杨广自己做皇帝 还把杨广的萧皇后给霸占了 而且宇文化籍当了皇帝后不学好 贪图享乐 还学杨广沉迷酒色 最后被农民起义军首领 杜剑德给杀了 这也算是他的报应吧 所以说善恶到头终有报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可以点击右下角关注我们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